双北疫情相当严峻 当中超过四成是家户的感染 那么在新北市就有一个王先生控诉 说他没有慢性病的71岁妈妈 身体突然不舒服送医 结果病情恶化 裁剪之后确诊了 到月才不到36小时就病逝 同住家人竟然没有立刻被裁剪 王先生是自己不放心 赶快带着家人外出去裁剪 结果包含自己在内的家人 通通都确诊了 他就痛批 政府匡列速度慢半拍 对于无症状的感染者 也不够重视 才会造成疫情持续扩散 没讲两句话就开始凶门咳嗽 家住在新北市的确诊者王先生 和家人分开独自在检疫所 一家六口这回全染疫 母亲还因确诊而病逝 就算已经住进检疫旅馆 病情也逐渐好转 但王先生却因为家人的遭遇 心有不舍 回顾整起事件 自己和七十一岁没有慢性病时的妈妈 五月二十五号出现咳嗽 肠胃不适的症状 二十七号王先生自行跑去快筛 到了二十八号中午 妈妈的状况突然恶化 紧急送医插管 而不到三十六小时 二十九号晚间就确诊病逝 过程当中却只有父亲 可以接受裁剪 直到二十九号王先生也因为筛检确定 展疫立刻带着孩子老婆去裁剪 结果一家都确诊 事实上现在台湾像王先生这样的案例恐怕很多 第一线接受询问的人的反应和态度就显得相对重要 王先生的病情逐渐有些好转 但他更衷心期盼 能有更有效率找出确诊者的方式 不希望再有人和他一样 华日新闻 庄宇杰 章树民 新北市报道